近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 在学术期刊《创新》中发表了一篇 针对一种有望在火星存活的植物 齿类赤险的研究成果论文 该险是一种在全球均有分布的荒漠台险 它大面积集中在中国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齿类赤险实现耐受自身98%以上的细胞脱水 干而不死,耐受零下196度超低温速冻冻而不死 耐受超过5000割锐加码辐射照而不死 一旦遇水,就会实现秒速的复苏、变绿并恢复生长 成为荒漠中的绿坛 2021年,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启动 在该项目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张道远、张元明 带领研究团队聚焦齿类赤险进行科学实验 该研究成果论文的第二作者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博士生白文婉告诉记者 这项研究成果刷新了生物体对极端环境的耐受记录 它可以对极端低温、极端干害以及强辐射 还有这种火星的综合模拟因素 它都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然后这就为我们以后探索外太空提供了一种新的灵感 因为它可以作为这种创建地外家园的一个先锋植物 去发挥它的功能 该研究成果发表后 引起科学界关注与讨论 多国科学家对此研究成果表示赞赏 很多专家也认为我们的实验有很多可取之处 然后也为未来的移民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 但同时他们也认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团队在火星模拟条件下实验发现 该险能在此环境中存活 并在恢复适宜环境后再生出新的植株 这些特性使其成为未来火星生态系统建设的理想候选植物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就是设想的是去做外太空的一个搭载实验 然后实时监测它的这种生存和生长情况 为我们以后真正的说去拓制这个外星球 提供一个理论和技术的基础 此外 池类赤险还能通过保水固砂 促进碳氮循环 改善土壤肥力等方式 改善土壤及大气环境 利于其他荒漠植物的定居及存活 后来我们请重新的按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